地面上散落私人物品和機車車殼 還有一大攤血跡 造狀的摩托車倒在馬路上 而轎車擋風玻璃也全碎成蜘蛛網狀 可想當時撞擊力道之大 這是26號清晨4點多 在鮮北市淡水鳴泉路上發生的車禍意外 當時轎車在邊緩車道時 沒有注意到前方的機車騎士 雙方發生擦撞 導致騎士撞擊擋風玻璃後倒地 當場沒了生命跡象 前面擋風玻璃的車 就擦撞到他就是 因為在切車道的時候擦撞到他 對 又有錢又有便宜 叫車駕駛車上一群人 釋法後驚魂未定站在路邊 而他向門警方攻城 當時車速大約40 而是準備返家 但現場煞車痕跡長達15到20公尺 我是聽到煞車車動動聲 煞車車應該是 那時候也有一台那種類似 駕駛車的車 沒有 駕駛初步經過酒測 並沒有酒下 只是究竟有沒有超速或是違規 警方都還要進一步釐清 駕駛車